A加B的平方 這個應該不陌生對不對 這個展開之後 叫做A平方 加上了A的AB 再加上B的平方 我們今天開始 我這堂課要教一個東西 叫做二相式地理 那什麼叫二相式地理呢 二相式的那個二相是什麼意思 而且這個括號內 有AB兩個東西 總共有兩相 所以長得像這個樣子 A加B的某一個翅膏 通常這個翅膏是一個正整處 這個東西就叫做二相式 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把它寫下來很好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介紹二相式地理 那什麼叫二相式 因為這個括號內 對 二姿式 我現在在講二姿式 要開域行業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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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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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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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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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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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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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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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